太极权是一种祭基数 其特点 清零柔和 绵绵不断 重力不重力 动作既细腻又舒展大方 既潇洒 飘逸 优美又不失沉稳 太极权就是在不断追求 人体本身 人与自然 个体与社会的协调的一种 中国内功权法 其境界的高下 不在于书法及绘画的名称 或创作方式 而是决定于在创作中 所运用方法及思想 也就是利与进的分别 利与进的平衡 把子呢 它能其实能建家结构 达到一个平衡 不管怎么请线 字幕还要打得好 汉字为基本单位 汉字笔画 凡简悬殊 结构 风杂多变 其基本规律 为之 尖架结构 尖架是指 字形安排 结构 就是文字中 笔画的组织 两者 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并称 尖架结构 尖架好 就能使字体端正文件 结构好 笔画配置合理 就能使字有气势 给人一美的感受 好比一个诠释表现的美好 是一样的 打弯一套拳 就好比西方绘画 必须从素描训练开始一样 中国书法的训练 是从线条训练开始的 沉静医师的书法中 不难看出 只有经过 严格书法训练的人 线的运用 才能达到迷人的境界 书啊 书为新神 书法就是新的神